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19日 今天是星期五 這一節要和大家 繼續探討柬埔寨人口返運 這個 最兇險的地方 據說 這個就是KK園 最近也有大幅的媒體跟進報導 所以 一年幾節一起跟大家再講一講就是KK園和柬埔寨的問題 最新的消息流出 網上 有些人指責 說這個 說這個KK園、柬埔寨問題 緬甸問題 忽然之間 扣連到軍政府 甚至乎 就說跟反對派有關 又說跟這個地方民兵有關 最新報導流出 就說不是這麼說 這個KK園 據說最兇險的 販賣人口的地方 跟這個一帶一路有關 似乎 相關的資料就越揭越多 到底這個KK園 到底是不是真的跟中方 一帶一路有關呢 我們這一節一起去研究這個問題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目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這裡 誠意邀請聽眾 希望大家 經濟能力許可 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所有的聽眾 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本台 繼續打開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最近我們也是那句 尤其是本人Johnny節目 零射多黃標 所以零射多 我的節目 就變成了機場巴士號碼 所以請大家 留意 想知道 節目標題 留意那節的圖片 有寫 節目標題 我們的節目 寫了標題 很多時候都賣不到廣告 所以唯有寫了 就有Number上去 所以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不多不少 因為失去了Keyword 搜尋的時候會困難了 所以也會間接使得覆蓋率會下跌 所以希望大家記得建設性留言 台灣媒體報導 說這個 摘器官的KK員 大力搞這個博弈 配合這個 一帶一路政策 中國大陸 聽到這樣的說法 立即出來 飛撲回應 我們有理由相信 打中了中國大陸的痛處 中國大陸 坦白說 怎麼會不知道呢 就是他 那些所謂國內人 就是不斷出外犯法 在其他國家 做著一大堆 就是犯法的行為 他第一時間 出來否認的事情 是非常之 令人值得懷疑 中國大陸 從來都是這樣 共產黨跟你說他否認的事情 幾乎都很大機會跟他有關 據說這個 緬甸 KK員 嚴格來說 他是在柬埔寨和緬甸的邊境 所以 就是兩者是相關的 不過不要緊 哪個國家現在不是最重要 現在總之這個地方 就非常之兇險 總之這兩個國家 都很明顯 是一個 就是久不管的狀態 緬甸不用說了 緬甸大家都知道政治情況 簡報寨 沒有反政府示威 一樣是控制不了的 基本上整個國家 所以 先將這個地方 變成犯罪天堂 所以我昨天也跟大家 再去論證 有些時候 旅遊KOL 出來反駁的話題 實際上他說的話 正好證明了這個地方真的是危險 他說的話 只不過他說當地人 很多人很善良 完全 沒有反駁到問題的核心 這個KK員 就是形容比這個簡報寨的西港更加像是人間煉獄 因為 這裡不僅是人口販賣 甚至乎會性侵 甚至乎會暴力殺害 受害人 甚至乎會強摘器官 也透過 犯法的渠道 把那些 摘下來的器官賣到全世界 據說這個KK員區裏面其中一個 非常之 凶狠的人物 叫做中國商人 蛇志剛 蛇志剛在泰國就是抓到了 正式落網 原來這個蛇志剛就一直在東南亞地區 經營 所謂博彩生意 生意做得挺大的 還繼續 接受媒體訪問 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居然說 自己在配合 國家政策 配合 一帶一路政策 這個說法 立即遭到中方 出來澄清 中國駐緬甸的大使館 立即說根本沒有這樣的事 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整件事 變得非常可疑 那些 相關的所謂愛國商人 有很多是黑社會來的嘛 當然啦 雖然 未必有證據 指出 就是中國大陸 直接指揮 相關的犯罪活動 但是 中國大陸 知道這些情況 容許這些情況 甚至乎是默許這些情況 這件事 幾乎你可以斷定是一定有發生的 只要你看一下中國共產黨 在台灣動用黑幫的情況 在香港 縱容和動用黑幫的情況 你有甚麼可能會相信 中共說的話 說跟他沒有關係 真的跟他沒有關係 中共 非常之可疑 中共基本上 就是 在背後 指示各地的黑社會 黑幫 其實是他所動用的力量 這些黑幫 一定跟他有關係 只不過可能 不是直接落命令去指揮 做哪些犯罪活動 就是你有利位賺錢 我有餓就默許 又或者是容許 當 國家需要你做dirty job的時候 就要他出來做事 跟香港 那些 721的白衣人是一樣的 跟台灣的白狼 這些人 是一模一樣 按照資料顯示 蛇志剛在2012年以來 據稱就是要 逃避中國大陸 追查他犯罪行為 而他藏身的地方正正就是 柬埔寨和緬甸的克倫邦 這些地方 兩個國家之間的邊境 本身就是一個 無政府狀態的近乎 政府軍也干涉不了 換句話說 這些地方真的好像索馬里海那樣 是一個 無國界的地方 其實 這個相關人士 就是在菲律賓 搞採票企業 亦 出任這個亞太國際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 在東南亞地區甚至乎 就是被認為 是這些華人的代表來的 甚至乎又說自己 是甚麼企業家 慈善家 實際上 跟香港 以及台灣你看到的那些黑幫分子 簡直是如出一切 所以你怎麼會說中共 不是站在他背後呢 實際上我們對他 已經太過疑中流程了 實際上 很可能根本就是中共 直接在背後就扯線 去操縱 到最後 說要通緝他 說要追查他 很可能 只不過就是利益分裝不暈 事實上在建制派裏面 經常發生 只是看 何君堯721 這個案件 白衣人的案件 你已經知道了 不是說你幫政府 幫國家做完事 一定有錢收的嘛 可能有人中間 吃甲菌 吃盡藍絲 人血饅頭 這個人的相關的 經營的行為 已經遭受緬甸政府調查 中國駐緬甸市館 就駁斥說他跟一帶一路完全沒有關係 中共說完 我覺得有關係的機會越來越高 據說緬甸政府 在2021年 即是去年的時候 組織了特別法庭 要調查 就是他的企業相關的非法賭博問題 調查沒有甚麼實質的內容之後 中國駐緬甸大使館發聲明 就說這個相關的企業叫做緬甸亞太新城系 第三國投資 跟這個一帶一路倡議 毫無關係 他說中方 對於跨境賭博問題 立場一貫明確 不允許 中國的資本投資當地賭場 哈哈哈 你相信 就真的很好笑了 中國大陸 不允許你賭錢 整個澳門在做甚麼 他會不會改變政策呢 我們不知道 但是 他自己開賭 開到整行整市 境內就可能說不給你賭 實際上 所謂中國人周圍在開賭 周圍去從事賭業 你猜中國大陸知道還是不知道呢 所以 整個答案呼之欲出 尤其是 中國大使館出來發聲明 跟你說說跟中方立場 無關的事 似乎 就是正正 叫做割蓆 一直都知道 甚至乎是參與 牽涉其中 甚至乎是幕後黑手 到最後 有事的時候跟你說不關我事 這個真的是中共一貫做法 跟白衣人一樣 到最後 拘捕幾個人 告他暴動 那些 尿糊來的嘛 可以丟的 中國大陸的聲明 你讀下去才好笑 他說要維護兩國社會治安人民 生命財產安全 對於 緬甸成立專案機構調查這個相關的 XX行為 表示全力支持 這些說法 完全是中方 對於那些夜虎 以及condom說的話 每一次 有人被割蓆 成為condom的時候 中共就說這番說話 有沒有一些例子 他也是跟中共有關 又不跟他割蓆的呢 有的 大家要留意一下 所以真的有分別的 割蓆之前和割蓆之後 例如俄羅斯 他現在幫俄羅斯說話的時候 他完全不會支持西方 去調查俄羅斯和普京的嘛 但是 大家要記住 當俄羅斯和普京 成為condom那一剎那 他就會出來支持 支持查他 可能當時 就是已經 就是普京倒台之後了 大家要記住 今天是8月19日 2022年 我 我真的大膽做一個預測 這個不是預測來的 這個是 根本中共一貫的做法 只不過這件事還未發生 但是 將來 一定會發生 當然有個可能性 不發生 就是普京還未倒台 中共才倒台 這樣就不發生了 所以這裡做個大膽預測都可以了 到時大家看清楚了 用字眼和Wording 又是會像這次一樣 我們這一節 暫時跟大家說到這裏 還有兩節要繼續說相關的問題